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美术馆是一个可以看到大船的美术馆 这确实也是蛮惊人的一条大船 从美术馆的玻璃前过去 可以看到这个黄埔江对岸的十六扑码头 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上海的百年历史 你可以看到外滩 你可以看到东方明珠 这是一个具有非常好事业的一个地点 人生如果找到一个好的职业是不容易的 要找到一个好的职业 你又喜欢又能把自己养活 我觉得那就更不容易了 我说我是一个在黄埔江边随波不足流的人 实际上是个江岸守望者 我随波就是说我可能有高潮有低谷 但我不足流了 就一直在这个地方 我记得就在世博会的时候 我就开着车就沿着这个黄埔江 就开始开车走这个陆家沿江的这个县 就碰到这个地方 那我开着车就闯进来 闯进来后就看到了在这个黄埔江边 那边竟然留着一组工业的遗存 可以把这个工业遗存加以改造 变成一个美术馆 所以动机非常简单 就这边刹那间的想法 煤仓把煤去掉 把艺术带进来 所以这里叫异仓 如果你们看到过我们的廊桥 你就知道那个廊桥过去是运煤的一个通道 我们在设计它的时候 会更多的去复合型的 去思考 去把我们的液态去配置在里面去 它是一个小型的海特摩登 我们的廊桥 有点像纽约的高线公园 就highline 这样一个构造 就形成了一个非常有趣的 这样的一个连接体 它是一个江上的美术馆 它也是一个无为强的美术馆 我们把美术的边缘 扩展到这个美术馆之外 我们希望美术馆除了展成它的展览之外 它应该有它的活动 应该有它的各种各样的设施 来构成别人在这儿艺术的生活一天 艺术的去消费半天 艺术的消磨半天 这样的感念 就是我们在做这个美术馆的时候 曾经请扎哈给我们出过一版方案 当时他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设计方案 设计的这条龙盘在我这个整个的江边 但是呢 因为它这个造型太过于夸张 所以就没有成型 本来如果说把它选择了 也许今天看到就是扎哈的一个遗迹了 但是呢 由于这个原因就没有成型 就变成一个遗憾 对于我来讲 我现在给这个展览的一个评述就是 它是扎哈工作室的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展览 它几乎把扎哈工作室的早期到现在的重要的建筑案里 都一一做了一次呈现 扎哈叫我感觉像个画家 别的建筑师是为了表达这个建筑而画画 对不对 而我觉得扎哈是在画他的世界 然后他画出了这个画 这个画呈现出了建筑 你们知道数学的一个函数 就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曲线 它做了后来做了很多建筑 你可以看到你要如物阅读 它肯定里面有很多魔术在里面 魔块在里面 然后数学的成长到一定程度 就进入了一种什么哲学状态 进入一种神学状态 这个回归到比如说欧洲的这种传统 这种数字 比德格拉斯学派 数字极为一切 世界是由数字构成的 世界是上帝创造的 所以数字的构成是美妙的 在这个展览在运作同时 使这个美术馆的空间里 还和一些重要的商业品牌进行合作 就像你今天看到在我们的楼上有机架 当然它也是一个设计精品 希望我们的艺术 我们带来的话题 能影响到这个城市的居民 在这个同时 我们还不得不去考虑 要让它的商业 或者说它的数字是健康的 你不能要数字每天的亏损 你也不可能给政府只能说 政府你补贴我钱吧 这是没法成长起来的 你在这边你会不尽感慨 你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 在这个百年当中 你可能做的这么小小的一段 但你这一段呢 你觉得你做的还是蛮有意义的 因为你觉得你会把一种美 你自己理解的一种美 分享给大家 人们到美术馆来看展 变成日常 一定会实现 我觉得这就是我的信念 这也是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目标了 作为美术馆 你一定会发现 还是会把这些人感觉